我覺得我表演都蠻歐北來的 有點不好意思 但沒關係 習慣就好 大家要習慣一下我的talking 有一點問題的感覺 總之在這個 我想講一下 我覺得一個演唱會 他要辦一個演唱會 其實背後有很多人在幫忙 其實我就是純偶像 就是在台上有帥就好了 其他的事情其實很多人都幫我很多忙 像公司的人 像瘋的日記唱片行 幫我很多忙 最近有時候都會想起 2007年 2006、2007年那個時候 我們唱片公司的老闆 查爾斯他開著車子 在午後或是在929 去校園表演 你懂了 感覺蠻好的 就是會想起一些事 還有像那個 我的經紀人凱特 都對我很好 我前幾年送他生日禮物 就是帶他去剪輪法 剪輪其流汗 像那個case 今天這樣都會提 好 那當然還要 最感謝大家有買票來看我 看我表演這樣子 真的謝謝 好 那我在 唱最後一首歌之前 介紹這些很重要的人 就是我台上 今天跟我一起表演的樂手 他們都是我現實生活中 很要好的朋友 什麼現實生活中 好像我 或者 奇怪的生活 不是 他們是我平日常生活中 也不對 現在也是日常生活 他們是我的很要好的朋友 就是 平常跟音樂無關的事情 也會聚在一起 就是 有的沒的這樣子 然後介紹這個 貝斯手 嘟嘟 嗨 就是那種 很藝術家 有時候會去他家看電影 那樣子 真的看藝術電影 不是 你們講的那種電影 是藝術電影 這樣子 那都在旁邊解釋給我聽說 現在演到哪裡 因為我看藝術 我看不懂 那都也是九二九的Bass手 這樣子 那我也是九二九的吉他手 就是 好 OK 他也叫這個吉他手 小黛 小黛是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女孩機器人 我的吉他手 今天他的團員都有來 我有特地邀請他們 來看你的英姿 你們覺得 今天表現得超讚的 還不錯 還不錯 厲害厲害 小黛 我跟你講 小黛很重要的一個人 我們是去年 去年 去年 才認識 前年 去年 前年 就平常是見面會打招呼 你知道這個圈子的人 見面多次要 難免要打一下招呼 對 但是 我其實對他很有興趣 因為我們喜歡女孩有機器人 的女孩 好 好 我真的很想接近 接近他們 然後我就知道小黛 他的工作其實是錄音 他從大學就開始錄音師了 對 對 然後 所以 我孝宇的晚上那張專輯 這張專輯是跟他 兩個人 在錄音師把他錄掉 這樣子 然後他很難熟 你看他的樣子就知道 感覺很不好笑 因為 因為我做錄音工作已經 快要十年了 但是我都一直跟 沒有跟偶像型的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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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都弄一些 實力的嘛 對不對 我第一次弄到偶像型的 我這樣就跟偶像型 我這樣就跟偶像型 我還蠻這個科技 怎麼差的 不會唱 沒有我是很親民吧 對不對 對對對 是親民型的偶像 像比如說 金城虎 我會給你一個水盒之類的 對 我就買雞排給小戴吃 明明就沒有 沒有啦 那是買什麼 就是你帶一塊雞排來我家 然後你自己幫他吃 對對對 好臭的 好臭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 因為你知道這個年紀很難交到朋友 然後 然後就真的是朋友了 就是不要沒事也打給他 你知道那種感覺啦 就是不會尷尬的那一種 他再來這個更不尷尬了 可是他在台上通常都很尷尬 哈哈哈哈 他在獨守楊偉 楊偉都很震驚這樣子 你們都不知道他在私底下就在幹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他剛剛啊 剛剛女朋友在後台 在玩 然後在那邊 跟我一起玩 就女朋友被打到她 的那個 雞雞 然後楊偉就 哇 你這樣呢 你 你什麼 你要怎樣 你說什麼 我也忘記了 你看 超假的 楊偉是一個很澀對不對 美中南山場就講這個好不好 好啦 他現在看起來很震驚 我就不鬧他了 楊偉是我固定的固瘦 是 他也是非常好相處 然後 比較脊躁一點 他的私底下個性 我喜歡那麼脊躁 謝謝 好 好 介紹完了 謝謝他們 跟我表演有開心嗎 大家 還不錯 小賴賴 如果下次有雞排吃會很開心 哈哈哈哈 不應該讓你看著我吃的 我應該要躲起來吃 那楊偉有開心嗎 你還不錯啊 對 正經欸 正經 正經 好啦 那我就要唱最後一首歌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我表演 好 那我待會兒表演完會在外面 幫大家簽名 還有簽 簽視一簽 桌邊的我們都好這樣子 好 最後一首歌 放個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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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神明 承著風鈴 晨 兩點鐘 穿西裝 打零 這樣聽著頭 不經小白包裝頭 思念以前在台北 以為是保險 可是每天的生活一直重破 怎麼都沒有保險的感覺 你不覺得偶像前路 從頭到尾做夢 想忘記的是誰都沒有 那些在過夜後 有夢想不想 都一直都在做夢 不愛錯夢 不愛錯夢 我看見從前的我 有個經營著生活 好想再能付出我 就這麼輕鬆 像是有點隨便的海長 越迴發 讓我們身前這所有 很像秘密的 像這個花啦啦啦 就這麼放鬆 像是有點放鬆 能讓自己放更加 用你的想像 有一個不停心 他又過了一個路口 又過了一個路口 又過了一個圓環 又過了一個圓環 又過了一座高架橋 又過了一座高架橋 又過了一座低下大 又過了一個路口 又過了一個路口 又過了一個圓環 又過了一個圓環 又過了一座高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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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過了一天然後 又過了每天 成家的地獄也不一樣 放過疫情 放過的循伐狀況漸漸變成了利益 他已經習慣並漸進子 他練習下午 起手前他首先打開操療室主機 在生活中運動也算是快樂的事情 聽得旁邊的假說要換他 無預先取較有希望 在今天操找他很快速的水平漫漫 就這麼輕鬆 甚至有點放鬆的讓自己放人家 用力的想像你 跟我運行 就這麼輕鬆 甚至有點隨便的太長約回答 讓紅人手牽著手 用分像迷迷的唱出 就這麼放鬆 甚至有點放鬆 讓自己放得下落 用力的想像力 跟我運行 他又過了一個路口 又過了一個路口 又過了一個圓環 又過了一個圓環 又過了一座高架橋 又過了一座高架橋 又過了一座地下落 又過了一個路口 又過了一個圓環 又過了一座高架橋 又過了一座高架橋 又過了一座地下落 謝謝大家 謝謝 tinted 贏